今天带大家了解一下新西兰生活成本中最重要的部分 吃 我们现在在新西兰最大的连锁超市Punksew 来看看物价吧 一个菠萝2.5纽币 奇异果1斤4纽币 牛油果2纽币1个 香蕉2纽币1000克 番茄10纽币1000克 芹菜2.5一颗 红薯4纽币1000克 冬天的材料有点贵 一只就要3.5 小南瓜2块钱1个 土豆2块9毛9 胡萝卜1.5千克 新鲜的清口1000克只需要4.5 各种鱼大概从10纽币到20纽币不等每千克 三文鱼35纽币1000克 本地洋人最喜欢吃肉来看看价格 切好的牛肉馅是16纽币1000克 牛排是20纽币 猪肉是18纽币 带骨头的羊排23纽币 不带骨头28纽币 新西兰的羊肉非常的好吃 鸡肉价格比较便宜是8纽币1000克 在新西兰呢一定不要错过各种乳制品 非常的棒 水果口味如烙1000克4纽币 安家奶酪250克不到3纽币 一瓶两双的纯牛奶3.5 安家的牛奶要贵一点 要6.3 新西兰国民级别的土司面包 最便宜的只要1.2纽币600克 一袋5000克的面粉要5.6纽币 500毫升植物油2纽币 10千克一袋的大米32纽币 可瑞康牛奶粉24纽币一罐 羊奶粉呢要贵一些是44纽币 婴儿奶粉每人相购三罐哦 换成人民币的话要乘以4.6的汇率 你觉得这样的生活成本是高还是低呢 1.5 2.5 2.5 2.5